现代主义有没有极限? 在我看,在台湾现代主义还没开始 所以还有很多的空间 在国外现代主义是走到后现代主义 但是严格讲,还是都在现代主义的旗帜底下 还是应该属于现代主义 怎么跟现代主义又加入后制呢? 他比较在走到幻想的境界上去 这一点是后制的意思 至于刚才你提的这位武贺作家,我听过他的大名 但是也是因为我长久的时间 我的阅读是按照我的书单的进度下来的 所以很多当代的作家,我要等以后才能轮到 然后才能轮到 不是 是